HELLO 大家好,我是莎 今天又會去大阪心齋橋 Daiso 三樓 講下浴室和家居用品 畢竟現在農曆年尾 大家都很需要買一些新的物件去佈置家居 收集了大家的意見,除了家居用品 我其實什麼都會說說 多謝大家寶貴的提示 希望 2020 年話題可以廣闊一些 當然不少的是我最喜歡的十大必買 Are you ready? 第一必買新精頭 買回鼠連的新拖鞋 當然有其他款式 由200日圓至300日圓都有 即是港幣的十多二十元 拖鞋非常舒服 話說我有個朋友跟我說 她七十多歲的阿嬤陪阿爺去看醫生 阿嬤回來告訴她,醫生黑她的臉 是這樣的 阿嬤問醫生可不可以開偉哥的藥給阿爺 醫生回答她,偉哥有三種醫藥成分 一種效力是20% 只可以抬高一點點 50%藥力可以抬高一半 最強是100%可以射到上天花板 阿嬤叫醫生開20%藥就夠了 因為阿爺每次蛤尿都滴滴仔 每次都弄到拖鞋濕了 醫生聽了之後就黑她的臉 叫阿嬤回去好好檢討一下 看悉這個醫生的臉口 就老羞成怒 因為她的年紀跟阿爺一樣 但易必買 夾腿健康伸展器 房間有很多說這個物件可以做收音機 話說我有另一位好朋友 在美容集團做Top Sales Consultant 整個集團有幾十間店 老闆是女人,很疼我的朋友 公司推出一個新產品 效果是收音機 老闆娘第一時間打電話叫我朋友試這個服務 免費試完之後就感受一下產品的功效 再大力推銷給客人 我朋友就打電話給她老公 說是老闆娘這麼好的offer 可不可以啊老公 她老公就回答她 你生孩子的時候開刀 還在按緊,不用了 我朋友就說自己不做了 把這個這麼好的offer送給她的女經理 女經理又打電話問一下老公的意見 她跟老公說我生過,又不是開刀 千載難逢的機會來 她老公就回答她 我夠大便可以,不要做 女經理又把這個offer交給一個即將結婚的consultant consultant又打電話給她即將結婚的男朋友 男朋友就回答她 你都未生過不用了 女經理唯有打電話給老闆娘 好有禮貌地遠距了這個offer 老闆娘回答她們 你們都不識貨的 我叫第二間分店的員工事 個個搶班頭 實在究竟收音機的用家始終都是男人 不知大家同不同意呢 第三必買通淋巴刮刮板 除了刮臉之外 都可以刮小腿、刮手臂的拜拜肉 用這個來刮臉 除了可以通淋巴,亦可以瘦臉 幫助血氣循環,令到臉色紅潤 人面部的氣息會反映你當時的運氣和身體健康狀況 我早前遇到一位下屬 他以前在馬會頭駐站做經理 我問他,那些人中頭獎是否真的有樣子看 他說面相我就不懂了 不過氣息真是不錯 每個來領頭獎的人的氣息 都有光澤及紅光滿面 面相殼實在有這回事 尤其是鼻是財敗功 鼻的氣息好入明亮有光澤 財運自然特別好 如果鼻上突然間生暗瘡 最好就不要去賭錢 面相殼也有一種叫做酒糟鼻 酒糟鼻的面相就是鼻經常紅泡泡 好像喝醉酒一樣 以前我跟一位很有名的面相師傅 學面相 去到酒糟鼻的男人的形容詞 相當搞笑 他說如果你的鄰居是一個酒糟鼻的男人 你家裡連貓也要收藏 即是說酒糟鼻的男人相當色色 第四必買 壽司、磁貼或掛牆袋 我自己說 經常怕自己忘記膠電費、水費 我不是自動轉帳 又怕自己忘記 所以將帳單放在掛牆袋裡 或者用磁貼貼在雪櫃上提醒自己 我有位男性的朋友 他是這樣探望老婆 他老婆下班時收到他的WhatsApp 就說今晚要加班 叫老婆自己吃飯 留了些菜在雪櫃裡 他老婆很失望 因為那天是他老婆生日 回到家 看到雪櫃上用磁貼有一張字條 是這樣寫的 請不要太快動作打開雪櫃 他老婆看好字條後更加急 打開雪櫃原來是一枝玫瑰花 在這時候門鐘響起 他老公拿著一個蛋糕 點上一枝蠟燭 跟他老婆唱 Happy Birthday to You 他老婆差不多要哭了出來的 這條橋是我教給這個男性朋友的 記住我的口缺 要令人歡喜 記得在timing做起 第五必買 首飾戒指頸鏈 手額和耳環架 放在這個架上一目了然 很容易找到 又不會黏到一塊塊 黑白架底色 配襯五眼六色金剛閃閃的飾物 除了將飾物整理得井井有條 亦不失為一件藝術品 精美又便宜的擺設 是否增添了你家良好的磁場 只要略施小計 就請到財神到位 男士送一條頸鏈 加上這個首飾架 送給你的另一半的時候 跟他說 送架給你 等你無時無刻掛著我 女士們可以這樣回應 我不是將你掛在架上 是將你掛在我心裏 旁觀者可能聽到想吐 不過當事人只想一身跟你走 但求每日為情花點心 是我願物然帶著異性 狠想一身跟你走 在我不信心 女身邊的你三生都可能未夠 第六必買 cushion 纜枕 小小的纜枕 除了可以讓你坐在這裏有個support 也可以裝飾一下沙發 我周不時看愛情片 一對情侶最喜歡把cushion 纜枕 你扔下我我扔下你 場面相當溫馨 有時一對情侶兩句不合 可以用這些道具叫道方收口 總好過你兩句不合 扔鞋、扔刀叉 床頭打架、床尾和 扔過攬枕好很多 家和萬事興 鑫傾敢著拿 第七必買 去角質浮石 有竹炭、米糠、豆乳 適用於手肘、濕頭膏、腳 和容易產生厚肩粗皮部位 肌膚需要新陳代謝 肌膚表層有腦肺細胞殘留在肌膚表面 這些就是腦肺角質層 角質長期積聚會導致肌膚變得暗淡無光澤 還會影響肌膚對護膚品的吸收 應該盡快清除 少許一個去角質的浮石 就使出還原靚靚拳 第八必買 焗桑拿的衣物一套 原來今時今日去健身是很貴的 自從我沒有做了California Infinitive membership 我就再沒有參加健身室 最多是逛山、逛街跑步 如果你們想出多些行 這套衣物就非常之好 如果你嫌它像青山丸有的制服 你可以穿外套在外面 第九必買 Gel guard 貼紙 紙甲的飾物 我有朋友開美甲店 但凡過年前這些日子 美甲店預約是滿滿的 有了美甲的裝飾物 時間和金錢都可以省 第十必買 Laundry bag 這個洗衣袋是軟性物料 就算洗手間很小也不會阻定 洗完澡後塞一些髒衣物 不用冬一佛、洗一佛 有些人家比較小 會拿到樓下的洗衣店 有了這個袋是否方便很多 不知道我今天的十大必買 你們最喜歡哪一樣呢 留言和我們分享一下 臨走前記得留個表情 付好意事支持 大家可以在年尾 除了執靚房屋外 還可以收拾自己漂亮的心情 迎接金鼠連 我們下一條片再見 拜拜